高雄检调侦办金色轮舍偷在由复工海区域与北韩交易船主装信贸易商诗口否认日前获200万元交报 限制出警住居近日他被发现私下和证人接触以想造假资料误导办案方向 检调拓在船他报案并以船证之余生涯境界高雄地院今下午裁定100万元交报 装信贸易商56岁或裁定交报随即出现两名女性亲友凑齐百万元相金办报 不过女性亲友晚据媒体采访被问及有何冤屈近低调回应说了也没有用 需要实在主动出面装一线身立刻用纸带遮脸在二女陪同下快不离去 检调追查装信贸易商去年透过用人头在马绍尔群岛成立高级贸易公司 10月间买下船032年金岁轮11月23日进入台中港 设造假在签证申请文件上假填写前船东名字 并透过仲介以市价1.1亿元买7000吨柴油装船 谎称航向香港却直奔公海与北韩交易 庄当时应讯坦承为高级公司负责人 兼称为卖油精神轮式出租给香港船商 不知被开去与北韩做油品交易 雄简认定他设备造文书最嫌上月命他交稿后船 不料简调持续深入追踪此案 竟发现庄进来竟与船物代理公司人员有往来 疑似要求协助造假文件 由于接触的人也是同案证人 检方担忧辞局想误导干扰办案 有创政之余 今凌晨漏夜赴讯后改申请积押金件 但院方让他再交报 庄性贸易商 左部乏一语 记者林伯华凡社分享 庄性贸易商遭雄简 已有创政之余申请积押金件 今下午获院方才定100万元交报 记者林伯华摄影分享